腾讯体育8月19日讯,在弹轮中敲上海绿地生花,与河北花下幸福的比赛中,生花在上半场出现神换人, T5登场的张璐刚刚登场两分钟,就因为飞船对方球员染红离场,少打艺人的生花自此阵脚大乱,在随后连丢二球,在半场结束后就三球落后,基本让下班时比赛成为垃圾时间。 中超恒大5-0选剑保利尼奥塔利斯卡各两球高拉特建功在本场进步之战中,生花派出,由23刘若斑首发登场, 然而在比赛第31分钟,生花主帅吴京贵就用张璐队位换下了刘若凡,没想到,在登场后仅仅两分钟,张璐就吃到了红牌,比赛第33分钟,张璐在防守过程中一脚灯塔,在了江志鹏的脚面上,江志鹏整个人被张璐铲飞起来,重重摔倒在等,主裁判王哲毫不留情,向张璐出示了黄牌警告, 随后在华夏幸福队开出任意球前,主裁王哲得到了视频裁判的提示,他亲自来到场边,通过VAR重新观看了犯规动作的回报,随后他回到球场改判,张璐发规为红牌,没想到张璐出场仅两分钟就被罚下, 对于裁判的判罚,张璐从始至终都摊开双手,表示出一脸的不解和无奈,无奈少打一人的喧花,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,中后场阵脚大乱,在张璐下场之后,喧花恰好抓住喧花右边路防守的空荡, 比赛第39分钟,拉维奇分球到左路,将去捧左边路的球后的船中,制造了罗菲文的进,球, 两分钟后,高华泽的世界拨,让喧花在半场结束前撒球领先, 迪伦菲恩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